《草悲法》 今天讲的《刹悲法》里面有 一个清净心经 还有观修八种大法缘 首先第一个 清净心经 前行和真行 皈依和发行前面一样 这个主要是《华严经经经经》里面 讲得比较广的 我们发了菩提心的菩萨 早上入房子的时候 凡是入房子的时候 观想愿一切众生得到解脱场 晚上睡眠的时候 要发愿众生获得佛生 我们睡的时候这样想 然后做梦的时候观想愿众生 证悟如梦如幻的境界 早上起来洗腰带的时候观想 愿一切众生结上善愿 其实《华严经》里面每一个行为 都是要观众生 或者解脱有关系的 修行比较好的人都会观想的 修行不好的人都可能 刚开始一天两天想一想而已 坐在垫子上的时候要观想 愿获得金刚座 垫火的时候发愿 焚烧烦恼的行财 火燃起来的时候 燃亮了智慧火 凡受时发心 得到了智慧甘露 净禅时发愿众生获得禅定时 外出时观想 愿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出门的时候这样讲 下堤时发愿 愿趋入轮回离入流勤 下去的时候 下路堤 下电堤 下什么堤子都可以 这个时候观想利益众生 我们这里电梯有没有 开门时发愿开启解脱门 关门的时候 要堵舍恶趣的门 今天我的院子门 差点没有打开 所以我已经关进了恶趣的门 刚才好几个老花生来 敲敲敲敲 结果才生锈了 这时候其实不应该开 应该关门的话 永远堵舍恶趣的门 上路的时候要发愿趋入圣道 上心时发愿一切众生享受 善趣安乐 下心时发愿断绝善恶趣 遇到众生的时候发愿 亲自见到佛陀 落脚的时候观想 或者发愿饶益有情 太足色观想 发愿霸出轮回的痛苦和烦恼 看到一些佩戴各种装饰品的时候 发愿获得了 相好庄严的佛生或者相好知识 见到无有装俗的人的时候 发愿具足清净功德 什么都对修行人来讲 有装饰也是很好的 它也是一种表示 没有装饰也是很 有胡子也可以 没有刮胡子也可以 都是一种象征 见满气时要观想 发愿功德圆满 见空气时要发愿 果患无有 我们有些人出门的时候 一看到空洞的时候 不吉祥 不要看 不应该这么想 出去过患烦恼都没有了 很吉祥 这样想 见喜爱之众生时 愿喜爱正法 见到了不喜爱的众生时 刚才有一个道友哭着说 我不想看到某某某某人 一直哭 那这个时候要发愿 不喜爱有为法 它是代表有为法 不是坏人 见安乐之众生的时候 发愿获得佛的安乐 见到痛苦的众生的时候 发愿要遣除有情之一切痛苦 见到患者时发心 愿摆脱疾病 见到保闻者想到发愿 报道诸佛菩萨的恩德 见到不报恩的人 坏人的时候要发心 愿不报邪见者恩 他不是不报我们的 不报邪见者恩 见到反对者时发愿发心 愿消灭一切外道 见到赞叹清净的时候观想愿 赞叹诸佛菩萨 见到他人说法的时候 心里发愿获得佛的辩才 见到佛像的时候 心里无碍地见到了真正的佛 见到了佛塔的时候 心里又发愿众生之因共处 见到了人经上 好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 或者这也有一些小卖的 等会儿你们下课的时候 可能有些没有关门的路上看看 有没有生者奇才 见到顶礼的时候发愿获得 仁天道士之无间顶相 最后作回相 这是七十九个引导修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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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